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音寺啊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啊 我们也是玩完了新国家体制的这个葡萄牙啊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回来玩我们这个西班牙啊 我们还是啊 难度是常规 然后呢 铁人模式选中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好的 那么我们又是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西班牙啊 我们还是把我们所有的军队全部都选中啊 选中之后呢 集中到我们这个首都马德里 然后呢 科研啊 研发一下 研发一下武器 研发一下工业 这个军工厂啊 就用来造枪 然后呢 民工厂控闲啊 就造一下这个军工厂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长枪党崛起 以及这个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没有玩啊 只剩下这两个了 剩下的呢 我们都玩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来玩一下这个长枪党啊 这个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 我们就放在最后啊 那么如果我们想玩长枪党 我们就要选择这个大西班牙啊 那么由于这个西班牙的国策 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啊 所以说我就不念了啊 我们直接跳到这个西班牙内战啊 好的 到了1936年6月23日啊 这个还是有必要说一下的 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啊 我们这一次就选择这个踹开弗朗哥 因为担心弗朗西斯科 弗朗哥可能不忠诚 政府已将他派去指挥加纳利群岛的部队 但是尽管我们邀请了他 他却没有承诺会支持我们 仅是出于他的优柔寡断而拒绝了我们 如果1936年加纳利群岛小姐决定不加入我们 那么我们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好的过了28天到了1936年7月16日 我们也完成了踹开弗朗哥的国策 那么至此我们所有能选择的国策也都选择完了 我们只需要等这个内战爆发就好 好的到了1936年8月24日啊 又到了我最讨厌的西班牙内战的时候了 那么这一次呢在内战中我们将在长枪党的领导下赢得胜利 那么我们现在也完成了长枪党崛起的国策啊 至于这一次我们将会打的怎么样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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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